不能蹭我 王思佳點一杯綠茶來 微糖謝謝 一杯兩千 我們不能再給人家看笑話了 不然又有人要趁一波了 不行 王思佳最近陷入綠茶表之戰 和賴維如隔空交火多次 8號他出席品牌活動 擔任一日店長 除了宣布自己將推出新書 對日前的紛紛擾擾 他也做出回應 如果有人要覺得他是黨事者 我也不好說什麼 對 而且你也知道 小粉粉的意義就是 大腿都不可以講出來 我還是送你來工作宣布 請花錢買 你說你要送 你也要人家想要看嗎 以前你們從店公司的時候 你有一定在站上他嗎 我覺得工作上面是一種職業道德 沒有不能工作的人 只有不想工作的人 碰到他怎麼會打招呼嗎 那我一向都是來折不住 我從來都沒有說 我不跟誰一起工作 或者是我不能遇到誰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本來就是 我們就是點到為止 就是輕輕放下 對 但可能你們都不喜歡輕輕放下 你們喜歡有槌 對不對 實槌 對我而言是 有時候實槌拿出來可能 嗯 危險啊 我知道你們都在等一個 一來一往的交戰 可能很年輕的時候 這個回合還會再打下去 可是我必須說 你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你會知道很多的事情是 你證明了一時的對錯 那又如何呢 我們日子還是得要過嘛 我還是回到家有孩子要待 並不是說我們不說話表示默認 我們覺得很多的事情 真到自在人情 最後是跟對方休戰嗎 我們去做任何的話題 或者是我們做的本來就不是因為 某個人而起 就是也沒有人要去設一個這麼大的局 我們去做的這個話題 引起給大家很高的一個討論度 那就表示其實現代的女生其實 有些人是有委屈的 對 但我覺得我講出我遇到的事情 本來就是一種情緒的分享 這個故事的分享 如果造成某些人心理有不快 其實對我而言 我也沒有辦法 對 因為我講的是 我這方面的想法跟感覺 對 因為你就是要覺得 你就是被我講的人 那我也沒辦法啊